各位聽眾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消息傳來是香港人叫她仕頭婆 即是我們年代的人 殖民地管治年代的人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確診了新冠肺炎 白宮漢宮的發言人說 女王出現輕微的感冒症狀是不嚴重的 而且也繼續在溫沙堡行一些比較輕鬆的公務 白宮漢宮的聲明說 將會繼續接受醫療的護理 並遵循所有適當的規定 我想她 短期裏面都不會在公開場合見到她 她今年九十五歲 早前她的兒子 確診了 確診 之前好像兩天跟女王有所接觸 查理斯王子已經是第二次確診 打了三針 都有確診 可見 很多人說打針沒有用 打針也會確診 這個說法 太快跳的結論是沒什麼意義的 事實告訴我們 打完三針的來老 疫苗也好 一樣會有確診 有所謂突破性確診的情況 不過 一般來說 都是會輕症的 都是有似感冒的跡象 現在很明顯 無論查理斯王子也好 或者九十五歲的 英女王也好 我相信她們都打了針 現在確診 暫時來說 有些感冒的跡象 所以 我是主張別人打針 在你的身體狀況許可低下 是應該去打針的 不過 我是絕對反對 強迫 用威逼的方法 要別人打針 這個很重要 我看到有些網友 有個回應 我做影片的時候 這位網友是這麼說的 她有個66歲的朋友 打了兩針普比泰 不過就中了 核酸檢測就是陽性 好了 還有她在家自我隔離 吃Panetal 必理痛 不要吃什麼法溫什麼軟 隔離之後 四到五天就沒有事了 用快速那種自我測試 發言 都是陰性 然後打到衛生署 衛生署就說 你要隔離 現在有位 送她去隔離 她朋友說不用了 我好完 我陰性了 她說你再等七天 七天再去政府做核酸測試 其實政策是混亂的 我告訴大家 在家裡吐吐吐吐完之後 好完 打完針後 突然就說 你要送她隔離 好完送給她隔離 她說我不去了 你還要等 七天之後做核酸測試 現在政策是什麼 香港人 這位網友說得很對 老老實實 是不怕中招 是怕隔離 我中招你我家自己搞定 就可以了 我想一般人的反應 全世界都是這樣做 中招 如果你打了針的話 你是輕症的話 你家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但現在香港的問題是什麼呢 有一半人 百多萬人 可能越來越多 打兩針 打一針 打兩針 打三針 都是打國產疫苗 較早前也傳出國產疫苗 效用很低 究竟是怎樣呢 現在 大陸就在連續 在這個 記者會裏面提到國產疫苗的效用 我覺得 很值得 跟大家去說一下 因為 很多香港人都打了 包括 777都打了 在國產疫苗 在前兩天 國務院聯防聯控 機制的新聞發佈會裏面 一位疾控中心的研究員 科研公關組疫苗研發專班 他專用專班 專家小組 這位小一名 他說 打完國產疫苗 六個月內可以使 新冠病毒感染者發生肺炎的機會 風險降低六成 證明國產疫苗是有效的 而且 新冠疫苗全程免疫能夠顯著降低Omicron變異豬引發肺炎和重症風險 加強免疫 進一步降低Omicron病毒株引發的 突破 感染率 叫做Breakthrough Infection Rate 其實就是你打了疫苗 也有機會染的 也有機會染的 好像 查理斯王子打了三種疫苗的機會染 就叫做突破感染 這位 兆專家說打完之後可以降低 Omicron的突破感染 打了疫苗而被感染就叫做突破感染 薛一鎮說為了做到有備無患 現在內地已經在研究 有關 專針對Omicron的疫苗 好了 在這個記者會裏面 另一位專家 宣佈另一件事 是什麼 就是 叫人打第三針 現在大部份 中國大陸都是打滅活疫苗 國藥也是滅活疫苗 科興也是滅活疫苗 滅活疫苗的意思就是把病毒 煮到半死不活 然後 RNA 打進身體裏面 激發身體的免疫反應 滅活疫苗 即是 煮一煮或弄一弄 不容易在身體裏面繁殖 或者繁殖不了 不過要刺激你 是這樣的反應 現在中國大陸就這樣說 就叫做 罪冠加強免疫接種 其實說得很簡單 不要說得那麼複雜 就是混針 混打 現在主張混打 你打完兩劑 滅活疫苗之後 第三劑就不要打滅活疫苗 不過也是 打其他那些就是 兩劑滅活疫苗 加一劑 腺臟病毒 再看的疫苗 腺臟病毒就是 好像 英國現在這個做法 牛津、阿斯利康 用黑猩猩 腺臟病毒 將他 這個 這個 身活肺炎的病毒 放進去裏面 然後放在身體裏面 現在的說法就是 打完兩劑滅活 再打一劑這個 線狀病毒 希望用 運針的方法 加強免疫 以前又不是 以前完成了兩劑 接種滅活疫苗 他們主張第三劑都是用相同技術 去打的 現在 中國政府宣佈 灌醉加強免疫策略 首先 凡是打了國藥 科興等等 這些滅活疫苗的話 你就是需要 打另一種 疫苗 將它運針 以加強 去這個免疫系統 換句話來說 中國大陸 都知道 只是打完第一劑 打完第二劑 打完第三劑 滅活的話 對於 防止Omica的感染 可能會大打折扣 於是他提出這個主張 現在香港 有這個運針在其他世界各地 都是運針 例如我也是運針 來到這裡也是打另一種疫苗 也是運針 是會加強免疫系統的反應 現在中國大陸也這樣主張 但香港 也是 香港也是你選擇 你可以打完兩劑 科興之後 打另一劑 復必泰 是可以的 但有些老人家不敢 復必泰的 輔助很強烈 但另一些老人家 因為外國的原因 打第三針 有些都不是老人家 總之是政府官員 權貴 打第三針 都是打 科興 例如 我們偉大的特首林鄭月娥 例如 他的愛將聶德權 全部都是第三針打科興 現在打了幾個月後 中國大陸的政策是主張你們運針 希望可以 打完第一劑 滅活 打第二劑滅活 第三劑是其他 用不同方法製造的疫苗 是否說明到 三劑科興 對於 產生的抗體 或者對付 Omicron 是大打折扣 如果不是中國大陸 為何會這樣做 但現在中國大陸是沒有 來老貨給你打的 是沒有的 好似說靜雞雞買了很多 但未開放給 人民去打 為何會這樣 買了很多的時候 有個說法是 他們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的疫苗是有問題的 或者效用不高 所以 買了一些 Biontech 就可以運打 但現在宣佈 這個運針的做法 只是限於 國產自己 用其他方法製造的疫苗 我覺得 聽完大陸這個新的政策 香港打科興的 市民就要注意 如果你想第三針的時候 要打甚麼才有效 尤其是今天Omicron那麼強 這一點是很重要 其實對於國產疫苗 究竟有效無效對付Omicron 國際上 香港也有很多研究 例如早前 耶魯大學 和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研究人員 做了一項 發佈 在自然醫學雜誌上 有一篇 科學的論文 說 耶魯大學找了 大約100個 多明尼加共和國 打了這個疫苗的 人的血清 血清就進行 分析 就說打了兩針科興的疫苗的人 基本上那個 抗體的水平 是不足以中和 這個Omicron病毒 打了兩針 這個Biontech 即是復必泰的 和加強劑的針對Omicron的抗體水平上升 這個是耶魯 和多明尼加共和國 你說那個是帝國主義的 那些 大學做的 原來 香港 香港大學都做過的 香港大學做過的就是怎樣呢 他就說研究顯示 接種兩劑 復必泰 和科興之後 中和Omicron的 這個 不單止是這個帝國主義 做的研究得到這個結論 本地的香港大學 都同樣地有差不多的結果 那個做法就是 去跟進打過兩針 這個科興或者打過兩針 這個復必泰 究竟在身體裏面產生 中和 病毒的抗體 反應是怎樣呢 做這個血液裏面的中和病毒的反應 結果就顯示就是這樣的 這個都不是最近做的 都是早前做的 你打了兩針復必泰或者打了兩針科興 打完兩針為什麼現在要 說第三針呢 打了兩針復必泰或者打了兩針科興 對於 中和Omicron病毒的抗體 那個反應是非常低的 所以就要求打第三針 打了第三針是怎樣呢 有研究發現 打了兩針復必泰再打第三針也是復必泰 抗體水平是足以 對抗 這個Omicron 但是打了兩針科興的人再打第三針也是科興呢 抗體水平是 未能夠提供足夠的保護 這個是 我想是國際上的供應結論 所以 這個研究的那些學者就說 打完兩針之後你要盡快打第三針 不然就頂不住這個Omicron的傳播 我講了那麼多其實 重點 就是 如果只是打國產疫苗 中國大陸 已經開始變陣了 即是只是打滅活疫苗 打完兩針之後就要第三針要打其他的疫苗 溝針的辦法去提高這個抗體水平 但是問題就是 提得多高呢 效用有多久呢有多持久呢 這個是很重要 他沒有說得很詳細說得很清楚 不過他現在是變陣 即是說明 打兩針科興打第三針都是科興 其中的效果是誠意的 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無論是耶魯做的研究 無論是香港大學做的研究 都是一樣 所以 大家 自己想 你真的要打第三針的時候 你考慮什麼因素 尤其是現在的Omicron 搞到全香港也是 你覺得打第三針都是 科興 對你的抗體水平會有什麼 好處呢 現在那麼多人 包括權貴 所以我覺得 阿姐姐 林鄭的師姐 在說葉劉 好 就比他好多了 林鄭的師姐就應 這個香港的私家醫院 的這個需要或是要求 打第三針扣針 打完兩針科興之後因為愛國 打第三針就是命仔重要 打復必泰 做白老鼠 他真是厲害了 厲害很多 林鄭有沒有辦法 在其位呢 他一定要表態做這件事 他打第三針都是 這個科興 結果是怎樣呢 他自己有沒有去檢查呢 我不是檢查這個 純粹是自我測試那些 滴下去 兩條巴就是陽性一條巴就是陰性那些 他有沒有去檢查 他的身體裡面血清的抗體水平 葉劉就有檢查 他幾乎跌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現在林鄭打完第三針之後他有沒有去檢查呢 你怎樣不要緊 其他的老人家 其他的長者 究竟你怎樣選擇 我覺得這個是 最關鍵的因素 你如果是打人第三針都是 這個科興的話你的保護究竟足不足夠 這點是很重要的 經歷到這裏 我Patreon繼續支持我深極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